这个是合肥的复岩房车 看看 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是原厂 一个是 就是改装厂 看一下啊 每个地方设计不一样 这个也是地板格的 这个地方设计的比较宽 像我们那个就很窄 也是没有行车空调的 这个除罩的话就比较大 格局都一样 这款车是什么配置多少钱 我先看一看 这个是卡座 它这个专业这个房车卡座就不像汽车那样 这种 空间杆里面可以放东西的 这个冰箱配的好小啊 这边是最小的 配一个衣柜 这里可以挂衣服的 它这个就是把大冰箱给换成小冰箱 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话 空间感要比那个要大一点 它这里开了个窗 那之前 我们那个车跟 刚刚原厂那个 它没有开窗 你看这个洗手间开了个窗的话 更通透一点 我觉得 这个可以到时候我 回去的时候我也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窗口给它开通了 把这个窗口给它开通了 会更加舒服 格局都一样 这是一个双架床 这个双人床 床上可以放东西的 不睡人的话 可以放东西 就是没有吊柜了 它就放下床 然后这床宽度差不多 都是一米二的 整体 这个面板的话就是这种 这应该是属于免器版的 看一下 整体格局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第2代的就有这个深顶 第2代是有这个升降的这个窗户的 第1代是没有的 这里是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加热的 这是空调吗 这是空调 这边多了个空调 这边有个行车 驻车空调 找人问一下 现在这款车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2米3 你好 这个50的是你们的吗 是我们的 这个价格怎么价格 这个是整车价是22万8 22万8 还有什么配置 3000什么都有 3000的 3000万一变器 400安时电瓶 太阳能板 这个还配太阳板配多少 这个是400瓦 400瓦太阳板 420的 420的交替电池 对 免微货交替电池 但是它这个我看到前面有个好像那是行车空调的那种吗 对那是行车空调的 那有一个12伏的空调 有个12伏的行车空调 行驶过程可以用 还有一个注射空调 那这个挺好的 上面装了一个行车空调 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车 那你这个行车空调 它的主机是放放在 行车空调主机放在这个底盘下面 放下面的是吧 对 对 对对对对是这个性价比这个车是目前国内性价比对对对 这个22万8的就比原厂的价格要优惠很多 而且它的配置比原厂的高很多 多了一个行车12伏的空调 然后还有太阳板400 电池又有400 有人喜欢原厂的多花个一两万块钱 如果是 经济实惠型性价比的话呢 改装厂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也是改装厂的 现在现在这展厅上面全都是只有S200没有出现S300的一个改装 所以S300现在目前只出了底盘了还没有出这个成品的车 可能需要预定 就会有了 这个车展里面的话50房子只有两个车厂 一个是原厂的50的 一个就是合肥的复原的一个 改装厂 两个价格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 太晒了 然后奶茶的话也受不了 带它出来 还有点怕热 我们就先回去 大家想看别的什么车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了 我们到时候再拍好吧 今天就先这样吧 拜拜